歡迎收看 亮仔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當然知道亮仔就是 我們港片人家講亮仔就是帥哥 亮女龍蕾就是漂亮的正妹啊 沒有錯 所以這是跟我們今天的派對 有相當大的關係嗎 就是在講我們嗎 講我 謝謝 你會把自己當男神喔 真的滿像的 我沒差啊 你有想過要當女神嗎 還是給自己一個機會 我跟你講 我不是沒有試過 你看OK 女神他們說你動作 比如說你要 都是很慢 很優雅 我就是喜歡這樣做怎樣 你還是合起來好了 然後 什麼還要那種 回神 然後要 回眸一笑的那種 我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擔心是有原因的 但我 希望你透過這一集 還慢慢來賓 接下來 我們要邀請的這位來賓 畫組的領域又非常的廣 電視電影舞台劇 舞台主持 唱歌主持 什麼都來 跳舞 非常厲害這個女神 太不好當了 這是重點 所以今天我們的派對就是 主題是 跳脫框架的女神派 Let's go派對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派對大來賓 安心雅 大家好 歡迎女神 哈囉 大家好 我自己覺得 很大 看她笑 看她笑就知道了 妳習慣人家叫妳女神 還是叫妳新歌 還是叫妳什麼 新歌也不錯啊 新歌啊 就是很Man 女神好 我懂 我們隨著年紀 我們珍惜 對…我們好好珍惜 妳記得妳第一次上節目的時候的 樣子跟感覺嗎 第一次上節目的樣子 記得我很緊張 然後 我不覺得自己在電視上 就是很漂亮 然後我也不覺得 就是之後可以成為藝人 還是什麼的 所以後面 我被叫女神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 好奇怪喔 妳們要不要看顏柯 怎麼會這樣 可是妳就是 不是 妳是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在節目上面的形象 都是半醜 然後搞笑 然後我也不覺得自己 就是真的有像那種 很美女 像女神那樣子的那種 很精緻的五官 對…然後優雅 然後有那種仙氣的感覺 所以被叫女神的時候 就是有點嚇到這樣 但是就 很開心 很開心 開心的開心 對… 妳現在有很多男粉絲 非常的愛妳 對… 謝謝大家給我自信 女神包袱這件事喔 包袱 妳不懂啦 我是真的不懂 妳會有女神包袱嗎 我其實私下完全沒有包袱 我就是 有時候還會被經濟人制止 譬如說 我會在路上講話很大聲 然後拿東西邊走邊吃 然後或者是我去試穿衣服的時候 人家不是裙子夾內褲嗎 我不是 我是衣服夾內衣 對 我後面沒看到 然後走了大概一大壤的百貨公司 然後就有一個店員 真的就好心過來說 不好意思 妳那個後面 要不要搶一下 好可愛喔 但我覺得講話大聲 我有時候也會 我笑聲也是滿粗魯的 走路也滿粗魯的 然後我也是喜歡邊吃邊走 這有不對嗎 是 沒有不對 妳做的話就沒有不對 她做的話 她女神啊 所以女神做的話有一點不對 幹嘛這樣嘛 聽說妳有一次走在路上被認錯 認錯 認錯 會嗎 認成誰 是被認成誰 滿好奇的 楊蜜 楊蜜喔 很驕傲 那時候覺得妳是楊蜜 我那天真的超開心的耶 因為那時候就是 路過的一個男生吧 他就這樣說 妳是楊蜜吧 我說不好意思我不是 然後我旁邊的工作人員也說 不是不是她說 是吧 妳就是吧 妳就是楊蜜吧 對 我想說 我以為她那麼瘦嗎 因為她一樣美 我開心的點是這個 反正一樣美嘛 妳有被認錯嗎 有啊 就是大家都很奇怪 就會把比較偏矮的藝人 就會歸類 我有一次去買鹹酥雞 他就跟我 欸 那個 老闆娘 老闆就跟老闆娘說 那個好像是 可以耶 可以耶 可以什麼 後來她老闆就說 不是 她是蔡昌蜜 蔡昌蜜 妳說打蜜蜜 後來她就 多招待我一份鹹酥雞 但我還是沒有太開心 被招待我很開心 我不是說一翔不好 妳說我是誰我都很開心 大家都是小眼睛 那她就矮矮的 對啊 那個女神笑得太大聲了 我覺得她突然覺得有點像 對不對 對不起 妳被她笑得很 妳老實說 給她點面子是不是 我沒有比較帥嗎 好啦 那我講一個我覺得 好 妳這樣 其實我很開心被認錯 在內地然後我進酒店 然後有人就旁邊就說 舒淇 舒淇 可以幫我簽名嗎 舒淇 舒淇耶 我也要 對 我還想說 我多希望我是舒淇 這個太值得開心了 太值得開心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不是舒淇 我是一個比較不知名的原用 妳聽過話沙嗎 沒有的話 我可以唱給妳聽 門被認錯都很好 怡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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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藝人被認錯是非常非常 正常的事情 接下來要講一個獎項很特別 就 妳得了也不少獎項 但是特別要提出 最佳接吻獎 為什麼一定要提出這個 妳想跟她接吻獎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獎項對於女神來說 一定有 很大的功力 才有辦法得到 等一下 妳會開心嗎 得到這種獎項 我就想說 蛤 我懂 我懂 但是功力這件事情 我也可以認同 就是 表示我們有一種魅力 對啊 因為我們在那個劇裡面 很多吻戲 然後我們也是從一開始 可能有點生疏 然後 然後 他們上台得獎的時候 又很自然地吻了一次 這不在腳本裡面 對不對 是 但是就沒辦法 因為我想說 大家台下都拱親 然後不親就是很難 一個Ending 然後我想說 讓大家開心一下 好了為了節目效果 就親了 也沒有特別誰 沒有沒有 但是我記得我看到那個 我就 真的 我真的有嚇到 但是我覺得 哇 佩服敬業 我想說就是那個角色嘛 就是最後一次吻了 還在入戲 還是在入戲上 所以那個真的是因為 角色很投入 才有辦法做到那個程度 我自己覺得 就是真的要放感情在 吻的部分 觀眾可以感受到那個 真的甜蜜的感覺